纪录片Above Majestic崇高之上 影片涉及了几代总统 包括艾森豪威尔 肯尼迪 里根和川普对于美国政府掩盖外星科技和全球精英控制的秘密社团 对于地球的控制困惑和态度 这部影片深刻地告诉我们美国乃至全世界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 影片话题涉及秘密社团 德国内粹和外星文明的合作 秘密太空计划 Culture脑控项目 内粹科技人员通过回形针行动渗透美国 肯尼迪被谋杀原因 全球儿童拐卖链 美联储对于金融的操控 南极州地下军事基地的建立历史 川普出山竞选背景 Q运动的产生 自由能源的内容要求政府对自由能源和隐藏科技的大揭秘的重要性等等 对于了解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和未来 以及我们和各一体群体的关系位置 我们怎样自己拿回自由 进入星际文明 我们是一个整体 如其在上 如其在下 当一个人意识提升 整体的意识水平就会提升 为什么首先要个人的觉醒 并参与意识的共同创造 了解真相 这个世界真正在发生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影响它 创造我们想要的现实 这与每个人都有关 我们是一个整体 债务奴隶系统 据估计 我们无法追踪2.3万亿美元的交易 也就是911事件的前一天 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在国会议员面前 向五角大楼失踪的约2.3万亿美元作证 2015年 监察长发布了一份报告 详细说明这一数字从五角大楼失踪的 2.3万亿美元增加到6.5万亿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 我们的头顶上和地下的 深层地下军事基地 和秘密太空计划未被承认的项目 其技术远远超出 我们许多人可以想象的程度 例如 我们的黑色预算 每两年就会获得1.023万亿美元 这一年超过5000亿美元 目前 美国有131个 活跃的深层地下军事基地 全世界有1477个 每个的平均成本为 170至190亿美元 每个 呃 都建在 过去 构建每一个都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现在他们有能力一年内用 复杂的方法建造好几个 51区只是其中一个基地 131个基地之一 在这131个基地中 我称51区为一个超级基地 它里面有不止一个基地 托诺帕测试范围 51区 S2 S4 新狼湖 和其他许多 正在吞噬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目前 我们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8% 用于建设地下基地 中国已经建造了50个不同的鬼城 这些城市可容纳约6400万居民 公寓楼 道路 所有的基础设施 所有的管道 所有的电器设施 那里有一个城市所需的一切 但是却没有人 50个城市 6400万人 记住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1.2万亿美元 他们甚至没有把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 花在这些鬼城上 而且他们有钱去做 这只花费了小几万亿美元 所以 一旦你开始这么想 你就会发现 1万亿美元到底是多少钱 11美元已经是个大数目 如果你是1万富翁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而1万亿美元 万亿这个词 让人震惊 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想通的 是他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文明的 关于中国的鬼城的文章 将其称为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债务 而不是数万亿美元的债务 事实上 在2016年 我看到的一个估算 他表明 中国建造这些鬼城的 债务总额仅为2.5万亿美元 那是有50个不同的城市 拥有6400万人口 仅仅因为他们认为 随着人口的持续繁荣 他们需要一个这些人 那是可以去的地方 但实际上现在那里没有人 所以 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 当你开始计算 需要救助的两个大型 瘫痪的银行的数字时 根据参议员罗恩保罗 这是29万亿美元 那等于说 这是 中国建造50个不同的鬼城 所需资金的10倍以上 这些城市可容纳数百万人 那么问题是 所有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2008年全球金融崩溃的世界总值 世界总产值 GWP 仅为60万亿美元 因此 从刚出炉的美元中 掏出的29万亿美元资金 是整个世界财富的一半 试着理解一下 因为 我告诉你的是 在过去的20年里 从我一直与所有 内部人士的交流得出 他们的确正在建设文明 它并不建在地表上 不像我们在地表看到的那样 那有大量的地下钻探 有巨大的洞穴 二十 三十英里宽 他们已经建成了华丽的 精致的城市 他们正在太阳系中的行星和卫星上 建立完整的文明 这就是钱都去了哪 在我面前有一份监察总法 他说 除其他事项外 你的责任是 执行和监督与你的机构的计划运营 相关的审计和调查 的确如此 因此 据彭博社报道 我问你 你的机构是否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九万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顺便一说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 女人和孩子都要花费三万美元 我想知道如果你不负责调查 那谁负责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 我们正在进行相当高水平的贷款设施项目 并没有达到特定的细节水平 无法真正回应您的问题 你是否对 美联储自去年九月以来的 贷款损失进行了调查或审计 我们仍在进行审查 直到我们实际上 你知道 出去收集信息之前 我无法真正回应这个具体问题 所以 你是否是说 美联储没有人 定期跟踪 其现在两万亿的美元投资组合所带来的损失 在我们真正查看该计划 并获取信息之前 我们无法说明是相存在损失 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对此进行回应 对于该特定 主席先生 我的时间到了 但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 我很震惊地发现 美联储没有人 包括监察长 正在跟踪这一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 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 五角大楼的第一次审计 这次审计很可能开始暴露 数万亿 甚至超过二十一万亿 甚至更多的钱 开始被曝光 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发现 所有这些钱的实际去向 让我们回到2008年 经济崩溃后发生的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 Libor 丑闻 Libor是首字母缩写 代表着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而我们发现的是 这两家瘫痪的大型银行 似乎只是相互竞争 Libor丑闻透露 这些家伙正在通过电话 互相打电话 勾结如何调整自己的利率 以便一个似乎在盈利 一个似乎正在亏损 但他们实际上就像一个更大的 机构公司的两个分支 所有这些表面上的竞争 哦 这些家伙的股票正在下垫 哦 他们这亏惨了 不对 不是这样 他们在一起做这些事 他们只在表面上竞争 事实上 他们在暗地里勾结 这是如此大规模的 金融有组织犯罪 你如何逮捕所有的银行 他们太大而无法倒闭 这成为1970年 在美国通过的一项 名为RICO法案的法律 意思是受敲诈影响的和腐败的组织 这项法案的建立 是为了能够打倒 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 在你重新回到 联邦储备系统的点子之前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直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 美国基本上控制着自己的货币 我们一直谈论的这个同一个银行合作社 在幕后工作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创造了 一系列虚假的经济危机 这导致普通美国人的储蓄被清理掉了 这成了一场危机 人们迫切地要求改革 然后政府出现并说 你看我们是受贿的 腐败的政治家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他们有发言人在媒体上说这些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投资者 看看英国银行家们 这些真正懂得赚钱的人 他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他们不是在办公室待几年 就退休了 他们是真正了解 如何运营金融系统的人 那么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将发行美国货币的事 交给私人银行家的私营公司 当你看到美元上的联邦储备劝势 这意味着它是由美联储印制的 美联储 自从他们在一个多世纪前上台以来 已经侵蚀了美元购买力的99% 那么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是否认为这些投资者建立了美国的股权 使我们更有利润 恰恰相反 我们一直生活在长期的经济萧条中 他们只是不称之为萧条 因为我们用来衡量经济的指标 来自一个被操纵的系统 就像我们在伦敦银行同业拆借丑闻中看到的那样 去看到穷斯 去看纳斯达克都无所谓 这与其他所有人的现实都无关 也不能反映为了谋生是多么艰辛 中产阶级被完全消灭 只剩下富人 以及穷人 甚至在富人中 有一些巨富 其中一小群人集中拥有 如此多的财富 可以养活一些国家 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所以这是一个 必须解决的经济不平等问题 而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唯一方法 就是集体的大规模的民众们都去理解这些 精英权力在掌控之中 基本上 中央银行王朝们坐拥国家之上 在各国都是如此 他们是全球政府的一种形式 只是他们根本不是政府 他们只是统治者 他们是向所有国家发布命令的人 正如我们在1947年 罗斯维尔事件之后 清楚地看到的那样 我们看到这些掌权的精英权力 向所有国家发出这些命令 无论如何 必须立即不惜一切代价 立即掩盖所有出现的关于外星旅者 或不明飞行物的真实情况 那是第一次 这就是真相的禁令 即最初于1947年升起的那堵柏林墙 这就是他们对国家采取行动的一个例子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揭露以及在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图像 并不是真实的 因为各国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 他们都没有真正可攻的揭露外星人议程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权内 国家只是遵循命令 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做的事情 当你看到他们都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或看似不寻常的事情时 那是因为他们遵循精英权利的控制命令 我们站在新的千年的诞生之时 准备解开太空的奥秘 让地球摆脱疾病的痛苦 并利用明天的能量 工业和技术 一个新的民族自豪感将激起我们的灵魂 提升我们的视野 并治愈我们的分歧 现在是时候记住 我们的士兵永远不会忘记的古老智慧 无论我们的肤色是黑色 棕色或白色 我们体内都流淌着爱国者的红色血液 就职典礼结束后 总统签署了一系列秘密备忘录 他声明希望发布先进技术 很多这些技术 都涉及了太空计划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 知道这些先进的技术 因为他的叔叔 在特斯拉去世后 清除了他的保险箱 所以我们相当肯定特朗普总统 还在他叔叔的膝盖上 蹦蹦跳跳的时候 就听说了自由能源的故事 除了秘密太空计划联盟 我们还有一个别的联盟 他有所有这些 已经与这个阴谋集团 斗争了50年左右的国家们 所组成 他也是由脱离阴谋集团的 各种军事团体组成 例如已经脱离的美国军方的成员 和情报组织组成 并与许多其他分离团体 一起参与其中 试图推翻阴谋集团 那个早在20世纪60年代 大约在1963年 控制了美国的阴谋集团 这个联盟 地球联盟 开始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 他们组织起来 以至于 他们中的一些人 接见了一些将军 并告诉他们 他们想在美国 进行公开的政变 这些将军们决定 在最后一次尝试 合法地摆脱阴谋集团 据称他们支持川普 去竞选总统 并让他们合法地 将国家恢复 就是这样 该联盟是一个国际组织 它是一个联邦 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派系 其中一些人同意 最后一次合法方式的尝试 其中一些人不同意 但他们所有人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希望 看到这个崇拜撒旦 炼童品 精英主义的阴谋集团 灰飞烟灭 他们不想让这些人 继续试图摧残 大半个地球 试图控制所有这些 极其尖端的高科技 该联盟现在还包括 美国军方 和美国情报界中 惊人的多数人员 所以我们迟早要处理这个事实 而且可能比预想更快 那就是并非政府中 每个人都是恶人 这是通过电影和媒体 放出的心理战 让我们完全不信任 社会的各个层面 和所有的机构 这样就没人能够反对 这些人了 互联网上的一群键盘侠 可做不到这一点 键盘侠们 他们实际上无法采取 必须的强硬行动 你需要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正在计数的 2018年8月的 45,000份密封起诉书 这是由美国政府的 官方法庭记录 你可以去Pacer.gov网站 其中列出了所有的诉讼 以及在美国不同地区 提出的所有起诉书 并且只列出了 密封的起诉书 官方统计 无可争议的统计出 数量为45,000 而一年的正常数量 约为100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 人们真的没有看到 这究竟有多棒 让我们谈谈 你需要做些什么 来获得密封的起诉书 一封密封的起诉书 是秘密大陪审团程序的结果 什么是秘密大陪审团 一个秘密的大陪审团 需要一个由12至23名 美国公民组成的小组 然后由检察官提供信息和证词 检察官正在起诉一个特定的人 他未被邀请参加诉讼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从法律角度来说 这被称为单方面 所以他 他或他有检察官作证 然后陪审团必须决定是否有足够的理由 起诉这个犯罪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提出密封的起诉书 起诉书没有记录在案 在开封之前 你不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那时这个人会被立即逮捕 然后可以由陪审团和法官进行定期审判 但你必须明白 检察官要么是联邦美国检察官 要么是地方检察官 要么是州检察长 这些都是大型的联盟的人员 这不是你在波敦克随便雇佣的一些检察官 明白吗 这些是起草重大起诉书的主要参与者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是他们正在起诉有组织犯罪 基本上就是如此 他们正在起诉一个更大的犯罪链条 他们不能一次起诉一个人 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人连成一排 把所有的人都串起来 因此当他们开启起诉书时 每个人都会立即被捕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就没有能力互相推卸 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逃离这艘沉默的船 他们都立刻被批捕了 称为Q或Q-9的现象 于2017年10月底出现 实际发生的是 一个自称为Q的团体 开始在名为4chan和8chan的匿名 在线论坛上发布讯息 他们发布了很多问题 这是很多非常有趣和奇妙的数据集 这些数据集实际上是由 联盟和白帽组织这些 在幕后 实施记录的深层政府活动 正如Q-9简报最近所说的那样 这些起诉说 将像水门事件里那样成千上万的出现 我们在世界历史中 未见过这样的事 我们内部人士告诉我们的 一些最新的Q-9简报 来自于联盟 他们说过受控制的主流媒体中 有很多人都在这些起诉书中 所以 哈维温斯坦只是一个开始 这难道不有趣吗 当哈维温斯坦最终被捕时 他手里拿着埃利亚·喀山的传记 埃利亚·喀山是在好莱坞早期历史中的一个家伙 他在麦卡锡调查期间被带进来 像只鸟一样唱着 好莱坞的许多其他人都被吓了一跳 而温斯坦现在表示他正在做其他人都的事情 好莱坞的每个人 都在做他做的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很难过 为什么自己被挑出来了 因此 一旦这些起诉书开始起风 这将实现我自2009年以来 一直在我的网站上泄露的 大规模逮捕情景 到目前为止 我们紧紧启封的两项起诉书 涉及邪教组织Eatsim Eatsim是一家多层次的营销公司 总部位于纽约州奥尔巴尼 Eatsim被标记为金字塔计划 涉嫌性交易行为 以及涉嫌性崇拜 Eatsim还被指控 为其内部邪教组织的招募平台 其中女性被迫行 奴役和品牌化 Eatsim的创始人 以及他的一位研究员 女演员 艾利森迈克 这是迄今为止 仅有的两个起风的法庭记录 而且他们起风的起诉书 实际上标明了 他们进行儿童性交易 并且Eatsim已经被发现 他们是虐待一世和 儿童性虐待的邪教活动的温床 因此 如果这些事迄今为止 仅仅起风的两个记录 就已经牵扯到这种量级的人物的名字 我们只能想象其他这些起风的起诉书 将向我们展示什么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它并不是从Tune On简报开始的 也与现在的美国总统是谁无关 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努力 他们已经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 来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已经失败过很多次 现在他们变得更加系统化 更有条理 这一切都将合法地完成 所有的起诉都完全是真实的 只是一旦这最终发生 将是我们在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 真正的第二次美国革命 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学到的一件事 并不是我学会了更多的相信隐谋 我学到的是 当我陷入欺骗的河流中时 我身边的其他人 都被卷入了同一股洋流 我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被带走 突然一个人不得不抬起头来说 这是不对的 这都是错的 我们都只是被焚烧过的垃圾 我们没有被告知真相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的技术怎么样呢 我们的技术在很多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我们仍然开着 整个世界的人仍然在开着汽车 这些汽车基本上采用 一百年前相同的技术 一百年了 我们还在使用化石燃料 填补我们的油箱 怎么会没有向前发展呢 我是说 他们有时将技术混合 我的意思是 基本上 技术已经停留了一百年 嗯 那是因为 这是全球主义者的经济因素之一 这对于分配真正的能源 是极其不利的 真正的能源是指 自由能源 这在特斯拉的时代被发现 当然 尼古拉 特斯拉是以 研究自由能量 和零点能量科学而闻名 但有趣的是 在尼古拉 特斯拉的生命即将结束时 他实际上正在深入反重力研究 不幸的是 特斯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 在他生命的尽头 为了能够继续他的反重力研究 关于他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尼古拉 特斯拉在他的生涯 即将结束时 住在纽约的一家酒店 在他入住 这家酒店期间 他结识了那里的一名工人 那就是奥地斯卡尔 他们开始了一种关系 尼古拉 特斯拉实际上感到很舒服 于是开始与奥地斯卡尔 分享他的一些研究 现在奥地斯卡尔 在尼古拉 特斯拉过世之后 又开始进行这项研究 而奥地斯 卡尔实际上开发了所谓的OTCX-E 我相信 它实际上是一种 飞行员用它自己的意识驾驶的飞碟 据说 它做了实际的实验 这种实验成功地 让飞船驾驭了空间和时间 所以 我们可以说 奥地斯卡尔实际上是第一个 或者说第一个开始发展 以民用为基础的太空计划 但它基本上已经停业了 它无法继续它正在做的工作 因为军工复合体压制了它的工作 并且那股势力摧毁了它的计划 我的意思是 当时 呃 据说 是托马斯艾迪生 它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我的意思是 它是 它是代表原始的 化石燃料和正常的电力系统 据说它应该 但它只是摧毁特斯拉的前线人员 还摧毁 呃 因为破坏它的专利的行为 来自国家政府 而不仅仅是 爱迪生和它的私营企业集团 即使他们当时也有数十亿美元 呃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种压制自由能源 的行为 来自掌权的精英力量 那些坐在每个人之上的人 他们告诉所有人 我们必须阻止它 当然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自由能源 就像一个 它就像一个大坝 正在开始泄露 并准备好爆发 因为这即将到来 这很快就会到来 因为它已经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了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 要向前迈进的地步了 它可能会同时 从多个来源同时爆发 因为来自许多不同来源的压力 已经大大增加 所以我想我们很快就迎来这个时间点 我被要求在 帆登堡空军基地 向美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提交一份文件 他们的正常要求就是 告诉我们 你是如何尝试使用先进技术 开展新业务的 这就是我的工作 管理250个不同学科的人 试图获得新的业务 但我却令他们惊讶地说 我想发表一个名为 未来科学的巨幅发现的演讲 有片刻的沉默后 他们说好的 所以我发表了这篇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 我所提出的是 我区分了工程学和科学之间的区别 工程师是那些想要见到东西 并使之工作的人 他们并不真正关心 他们是如何到达那个科学层次的 而科学家们则想知道真相 我做了那个区分 然后我给出了十个基本确定的 科学事实的例子 你知道 地球是通过渐进过程进化而来的 且有麦克思维的右旋螺旋方程 和爱因斯坦的一等于NCR 这一切都很好 然后 我提出十位科学家那里获得的 十项最伟大的成就 并问我们 能从这十个成就中得出什么 有趣的事有三件有趣的事 第一 在他们的领域中 没有一个人被广为所知 第二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 被同行批评为蠢货或骗子 第三 他们完成他们的发现时的平均年龄是23岁 所以 我接受了这个想法 并写下了一届列表 关于十二个我们必须要点破的 最伟大的发现 第一个是不明飞行物的运行方式 第二个是时间旅行 哦 不对 时间旅行是最末的 大脑和思想的运动过程 额 心灵的发现 额念力 之类的事 列表上有一大堆这种事 很棒的是 现在 在2017年 我对我的列表很满意 我觉得它可能 我给了一个从现在起20年后 人们发现了这些东西的可能性 在我查看这篇文章时 我的列表上的发明 基本上几斤都被发明了 包括时间旅行在内的每一个 我的 呃 我的引擎完成了 我重造了它 我将整个软件包 放置并外包到 全球的服务器上 呃 在我去试试 服务器会将所有内容都放到网上 我是说所有的东西 蓝图 原理图 图表 材料清单 工具清单 帮助我 获取工具的供应商列表 呃 各个维度 三维的工作模型 你将能够重新研究 任何普通的实验室 都能够重新制造这些东西 并拿到和我一样的研究结果 嗯 我做这个 因为这将是对技术的验证 但是一旦它建成 它不会被放在一边 人们会开始使用它 而且 嗯 我期望在一年的时间内 只要那种科技研究完成 它们造出了它 它们开始使用它 原油在全球范围内会被稀释成润滑剂 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步 想象一下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不想一直忙活这些 原因是因为我 这是一个媒体马戏团 我只是不参与其中 所以我会脱离它 你们都可以摆弄它 对它做你想做的 那么 我们为何听到了所有这些信息 而不感到无力 怎么没感到绝望 当我感到绝望时 我想想过去 关于在40年代 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 合法外星人接触者的报告 在所有这些报告中 外星人都提出了两件事 在灵性上成长并扩展你的意识 并要求政府释放 被压制的技术 这些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两件事 如果我们开始组织起来 并要求释放受压制的技术 它们将别无选择 如果我们朝内看 无论我们信什么宗教 去努力成为我们 能成为的最好的人类 并扩展我们的意识 超越我们舒适的信念系统 当我们做到了这两件事 我们将得到我们渴望的自由 我开始意识到 阴谋集团 或者光明会随便怎么称呼 它们让我们故意地互相争斗 因为它们知道 我们统一意识中的潜力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 不再相互斗争 这将会非常强大 而且它们一直在利用这种能量来对付我们 就像是耕种和管理我们的意识 我们从它们编成我们 用来制造矩阵的思想中 创造出了一种现实 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那样 所以我们创造的矩阵 就成了我们的监狱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意识和思想来实现的 这些思想是经过管理 耕种 编程和控制的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就拥有内在的力量 来团结起来 不再相互斗争 病重速世界 情绪是关键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没有被告知如何处理我们的情绪 它就像一个大黑洞 我们就在各种地方喷出情绪能量 就像失控的花园软管一样 你知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这样撒钱吗 我们会这样浪费汽油吗 不会 好吧 我们需要以同样的方式 看待我们的情感能量 因为这是关键 我们作为人类拥有强大的情感 这意味着很多的情感力量 但我们能够掌握它的唯一方法 就是团结一致 发现我们的共性 停止关注可能分裂我们的意识形态 以及可能分裂我们的信念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我们必须关注我们都是人类的事实 我们都有心 灵魂和思想 我们需要关注是什么凝聚我们 然后我们需要运用那种爱和连结的情感能量 并使它变得非常 非常强大 然后在意识 能量和力量的浪潮中 故意释放它 这可以用我们想要的方式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孩子 为了我们的孙子 为所有的动物和环境 重建矩阵 以及建立其上的世界 我们可以重建它 仅仅通过意识的力量 我们可以得到完整的揭露 仅仅通过意识的力量 但是我们只能将这种能量一起运用 并只能用对彼此和地球的爱来运用它 我们处于这一运动的早期阶段 你知道每一个运动 不论是民权运动 废奴运动 女权运动 一直都是只要它达到 一个额 关键质量 那么关键转变就会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事 我相信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选择立场的时候了 我们不能简单地袖手旁观 就让所有这些事情发生 即使我们不完全相信 这部电影中的人 和其他内部人士所说的一切 也值得我们考虑 我们真的能够如此无知 以至于拒绝这些信息吗 我们没有时间坐下来 争论这些信息是否属实 这个星球奄奄一息 我们出现了经济崩溃 我们有大规模的饥饿 自恐龙灭绝以来 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我们的生态圈正在崩溃 也存在水资源匮乏 我们看到全球气温不断上升 没人真的在做有帮助的事 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保持原样 我们仍在燃烧化石燃料 我们仍然无法获得这些惊人的技术 如果我们确实得到了完整的揭露 现在大坝就会破裂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现实中 这很可能是许多不同的 古老教义和传统中 像我们许诺的黄金时代 我相信在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将看到这些所谓的 被禁止科技的全面揭露 我们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银河文明 我们将做到这些 在军队人员 情报界人士 为阴谋集团工作的人们的合作下 并决定脱离这一切 成为内部人士 并成为我们希望看到的 在世界上的转变 这部电影是这一全球运动的体现 这部电影是那个红药丸 让你了解世界上真正发生的事情 他们没有成员 足以与我们作对 阴谋集团大势已去 我们正成为历史的胜利那方 我们一步步前进 在某个时刻 这一切都将打破 所以 当我们提高意识时 当我们作为一个团体聚集在一起时 当我们创造这个倡议时 当我们定义我们想要的东西时 并让它成为我们的意识状态 我们实际上将这个星球变成了 黄金绿洲 它本应如此 这令人惊叹的未来 我们已从许多古老的传统中听闻 无论你是否称它为阳升 或黄金时代 无论叫什么 我相信这是可能的 我们有责任 共同创造这个惊人的现实 捍卫自由的力量大于 暴政和压迫的力量 因为力量 真正的力量来自我们的信念 这些信念会产生不妥协的行为 在现有条件下 每一次为人类种族的新可能性 做出巨大改变的大胆尝试 都有被标记为乌托邦 无论喜欢与否 一切都在变化 结局将是人类历史上 最精彩的经历 或者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恐怖的奴役 我们必须从我们被压迫的 生活的绝望中汲取力量 我们天生就有潜力 我们天生就有善良和信任 我们生来就有思想和梦想 我们天生就是伟大的 我们是狂喜的宇宙本身 并不需要很多词语来 道出真相 所有革命性社会变革的最终目的 是建立人类生命的神圣性 地球上每个人的 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不要因害怕变化 而迷失自我 请记住 伤口是光进入你的地方 我们在这是为了嘲笑这种可能性 好好生活 以至于死亡会颤抖着带走我们 非常重要的是 我在此指示 国防部和五角大楼 立即开始建立太空军作为 建立太空军 作为武装部队第六分支 所需的进程 这是一个重要声明 有关于我们的 这一段时间 我用到第二分掌握 我用到第二分掌握 就能够和美丽 叫足迫 那一分掌握 那一分掌握 明信 对 这一分掌握 我们的掌握